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二字的 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 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 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心 至高至明日月 至亲至叔夫妻 只要四郎时刻相性缓缓 那咱们就是至亲夫妻了 皇后娘娘驾到 参见皇上 坐吧 是 贫妾失礼还请娘娘恕罪 你躺着就好了 你现在可是我们大清的有功之人呢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西贵妃带下这两个婴孩之后 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 倒是从前姐姐在时 有几块上好的羊枝玉给了臣妾 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 制成了一双玲珑玉碧给两个孩子 保平安用 她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 给孩子用也好 难为你舍得 姐姐之前留给臣妾的念想之物不少 臣妾都时不时拿出细看一番 也是姐妹间的情分 真是自然 朕有数月不曾去看过皇后了 臣妾人老色衰了 远不及年轻的妃嫔们体贱事宜生育 皇上闲暇时多去年轻的妃嫔那走走 别总把自己关在养心殿看折子 见大臣 臣妾今早出来时在整理姐姐的遗物 才整理了一半便放在那里 趁天色还早 臣妾先行告退 去吧 西贵妃纽护鹿氏 得天所授 承赵内围 望今后修得自持 和睦恭维 勤谨奉上 绵延厚寺 承教与皇后不胜欣喜 西贵妃 聪颖明慧 善事大体 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 也该好好僵喜 朕打算将协力六宫之权交与西贵妃 宫中所事 皆由她来打理 皇后以为如何 那自然是好的 只是臣妾虽然身体有些不适 可西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 不日龙月公主也要接到永寿宫抚养 只怕西贵妃会忙不过来摆上夹金 正和西贵妃商量过了 觉得龙月由静妃抚养甚好 不必再挪动了 红燕和灵溪就由如母照料 西贵妃费不了多少功夫 倒是臣妾多虑了 只不过西贵妃投赐料理后宫之事 这些事说多不多 说小也不小 不免有些吃力 不如 皇后娘娘所言极是 臣妾到底年轻 不如诸位姐姐阅历丰富 端妃姐姐最早入宫 静妃姐姐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多年 臣妾 很愿意向两位姐姐讨教问询 你肯如此想就最好了 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西贵妃的吗 西贵妃 以后你是妃嫔之首 既要勤勉于恭维之事 也要好好地侍奉皇上 给皇上再添几位皇子 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 绝不辜负皇后期望 一手调教 他要负久了膝盖疼 快起来吧 谢皇上 好好地用你的西贵妃金宝 如今她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金疙瘩了 臣妾要去更衣 就请皇上和小妃 不心胖 不心胖 我会逃闹 你呗 不心胖 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都很好 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 朕听说安嫔吃伤了东西 嗓子已然倒了 恐怕再也不能唱了 真是可惜 原不过是着了风寒 江阳几日便好 谁知药吃下去反而伤了喉咙 只怕以后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 那就让她好好歇息吧 朕倒是有日子没去慧嫔那了 如今环环已经生育 就等着梅庄的好消息了 小卓 煤炭火了 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 只有那天热水了 还要用来喝水洗脸 哪能用来抱汤婆子 又下了几场大雪 天气越来越冷了 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 若是没有地笼 可真要冻死了 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 可有人知道了 小主 安平娘娘进来可好 我和真平惦记着您呢 你们又来做什么 姐妹一场知道安平你煤炭过冬 特意给你送来 拿上来吧 点山吧 煤炭火 这冰天雪地的可怎么熬过去啊 这一点安平你得明白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 您就将就着用吧 别点了别点了 呛死人了 快点点上 不点怎么能暖和 本宫以延禧宫主位的身份 命你们退出延禧宫 不得在这里胡闹 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平呢 省了吧 你现在的日子 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 少拿着鸡帽当令箭 闹什么 太后卧病需要静养 谁敢在这儿胡闹 好 皇后娘娘听说了延禧宫的事 特地叫奴婢传来口谕 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 罚奉一个月 康常在真平身边的人 不能劝戒小主雪天胡闹 罚奉三个月 是 快 带着走 小主安心吧 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 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 这不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 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 多谢娘娘恩典 宝雀收下吧 是 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 皇上可就再没提起您呢 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 娘娘 都好了吗 都好了 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 雪中送炭才让人记得好处呢 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平听了 但愿她能受教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 才懂得义无反顾 本宫让你教她是成全她 反正齐贵人已经下手了 安平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 本宫就干脆让她全坏了吧 连宫贵人的鹦鹉都懂得淫尸了 她也该想想别的出路了 娘娘圣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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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兵夕才好看 那初哪吒闹海 极得本宫欢心 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兵 他待人出战 走兵比马队还快 听说皇上当年还是四王爷的时候 年年兵上比骑射 都能拿得好彩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 常常隐这首诗 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 欣赏梅花孤节之子 纯元与你同事 心情纯净之子 心情纯净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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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抗安平称得上为 冰上飞燕四个字 臣妾想起 当年西贵妃跳的惊鸿舞 也是恍若天人哪 当日西贵妃做惊鸿一舞 爱妃一世 天然生字 各有千秋 是朕的福气 臣妾怎敢与西贵妃娘娘并肩 不过是东师校平罢了 朕忘了问了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臣妾实在思念皇上 想着能远远看一眼皇上便心满意足了 臣妾无福伺候皇上 近日能为皇上一武一时三生有幸 既是不宜出门之人 无以弊 还请皇上降罪 臣妾自甘领受 好了好了 留在朕身边过年吧 夕贵妃已经安然生下皇子 这是荣儿 惠平身产之前 你别娶她的岁玉轩 臣妾谨遵圣意 只是臣妾与惠平姐姐青铜姐妹 却不能亲自去照佛 实在心中有愧 孤美 吾行万岁万岁万万岁 白酒 喝采烈 太爱了 边约河